离开大溪老街 异想世界要带你往大溪的山上走 大溪有一个建于1895年的老茶厂 它一度遭到大火焚毁 重建之后却又碰到茶叶贸易事为 逐渐废弃 五年前开始进行修复计划 保留了原有印度大吉林茶厂的工业风格 设计师还把晒茶区改造成能够帮助降温的净水池 这个设计入为了去年的ADA新锐建筑奖 151支综横交错的块木五两结构 和一扇扇让空气交流的旋转窗 通风风扇 互相构成复杂的矩阵元素 这是位在大溪郊区的百年老茶厂 保留了日式 英式 台式的建筑风格 这栋房子是一个将近100年的建筑构造体 这是日本的日东红茶公司来这边做的一个建厂 一个红茶厂 原建于1895年日治时期的老茶厂 在武林年代末期惨遭注荣 重建后却早已错过茶叶贸易巅峰 被当成废墟闲置近25年 好不容易等到第二次修复 这次老茶厂不单单只为炙茶而生 还要讲述他过往的百年风华 什么是台湾的茶叶 然后什么是符合这个空间 必须要有的一个状态 将茶和空间结合 设计师曾志伟保留老茶厂原有结构 也赋予老东西新生命 原本这个空间是一个大仓库 那就是年产量骤减以后 这个仓库的机能已经失去了 因此我们就建议把这个仓库的屋顶拆除掉 然后留下一个回字型的回廊 那中间的部分我们用一个水面来看待 带入水纹 油画茶厂的工业风格 开阔的品茶空间映照着零零颇光 浸水池除了好看也很实用 没有空调设备室内温度依然舒适 我们把制茶区域的一些铁架或铁件等等 全部大量复制到这个空间来 所有元素都是因为原本的制茶所需要的 赛茶的铁架或是赛茶的器皿本身 所以全部的线条或全部的铁架 都是因所有的赛茶寄居而来 空间布置融入百年历史和原文风景 以茶砖弃墙 茶屋晒书 除了展示 老茶厂也重启制茶作业 要让场内每个角落的故事继续写下去